哈囉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介紹很多人問我的問題就是刷具 然後呢這些就是我的刷具們 有點多對不對 其實一般人化妝不需要這麼多刷具 只是因為我平常工作比較忙 可能就是會有一陣子然後才一起洗一批刷具 所以我就需要同樣的像是腮紅刷具有好幾支 就是這樣所以就是很愛買刷具 然後呢我也很高興就是很多女生知道 刷具對化妝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一直問我說刷具該如何選擇呢 就是有哪些刷具是我們必備的 然後呢以我這麼愛買刷具的經驗 跟你們簡單的分享一下 新手必備的刷具有哪些 先來介紹我的戰利品刷具們 首先呢就是這一組一整組 看起來超級專業的刷具 沒錯它就是擺出來好看的一個 一整套的刷具 就像有時候要去一些活動 然後素人改造啊 或者是你要去參加獎座 要有一點點架式的時候 結果拿它擺在桌上看起來就覺得 好會化妝喔 對所以這一組呢也是可以買的 然後我的這一組是買03億的 就是百貨公司也有 加上網搜尋03億就可以找得到囉 我覺得他們家的刷毛呢算是 網路上口碑算是蠻好的 價位也不會太貴 可以參考看看 當然啦如果我們是一般自己化妝的話呢 不需要買到一整套這麼專業的刷具 我們可以選擇使用一些小巧的短刷具 價位比較便宜 而且像這樣子的一組幾乎 你要的刷具都在裡面了 這個呢是Bobbi Brown的 我是在飛機上買的 好像是週年慶也都可以很輕易的找到這些 它整個刷具就是很短很小很可愛 攜帶方便你要補妝也都可以 或是像這一種Mac專業彩妝品牌 他們週年慶會推出這種組合式的 買起來也是非常的划算 它沒有像是那個小巧的這麼短 可是也還算是還蠻好上手的一個長度 也是我們要有的腮紅刷 底妝刷 眼影刷幾乎都有了喔 像這種刷具組呢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通常都會有一個好看的收納包 就解決了你要去收納這些刷具的問題 但是呢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 裡面的刷具不見得每一支都是你喜歡的 然後或者是你覺得實用好用的 所以呢我今天也會順便介紹幾款 我覺得我很喜歡我用了之後覺得很實用的刷具 給你們你們可以去參考看看 去可以另外天空放進去也可以喔 那我們先從化妝第一個步驟底妝說起囉 像現在大家都用氣墊粉餅 然後像氣墊粉餅就是我覺得是非常聰明的發扁 有了它之後呢底妝都超級輕薄服貼 然後又有光澤感 是我很喜歡的上妝方式 然後氣墊粉餅裡面通常都有智慧粉撲了 用它拍拍拍就可以快速上妝 所以我覺得用氣墊粉餅的粉撲上妝就已經很棒了 然後再加上現在也很流行像這種海綿球 整個質地很紮實 也不會浪費粉底液的用量 整個點點點點點也可以快速上妝 或者呢像是我很喜歡使用這種菱形的海綿 這個也可以幫助我們快速上妝 還有像這種大海綿 也都是我常常會用的 那需要底妝刷嗎 你覺得呢 好啦如果你真的要買底妝刷的話 我來建議 我手上的這些呢 不管是大支小支圓形或者是扁的 都是底妝刷 但是使用的方法我覺得有點不同 像是這種比較小支的 我覺得它就是適合拿來做一些局部的修容 像是這邊要打暗 然後替這部位要打亮 局部性的東西可以用這種小支的底妝刷去完成 然後像扁的跟圓的它們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我自己個人的使用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像這種扁的底妝刷 比較容易有粉痕 就是你刷過去之後 你的底妝可能會跟著有一條一條一條的 就可能需要多刷幾次才可以讓你的底妝比較均勻 這比較傳統的方式 現在的話我都喜歡用這種圓圓 然後比較短毛 然後可以快速上妝 只要畫圓就可以把你的底妝塗抹得很均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快速的發明 我個人推薦如果你要底妝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一支MAKE的196 它真的很好用 而且比較沒有粉痕 可以看看喔 然後 EDUHOUSE他們這一支 整個小一號的 小一號當然也沒什麼不好 只是它比較小 一次塗抹的範圍就比較小容易 不均勻 就是你可能要多畫幾次 它要畫個十次 它要畫個五次 就可以完成底妝了 你可以依照個人方式去選擇 畢竟架差也蠻大的 遮瑕的部分 我會選擇的刷具有兩種 一種呢就是這種比較寬的扁平的遮瑕 然後另外一種呢就是比較細的這種遮瑕 比較細的這個遮瑕呢 通常是拿來遮比較紮實的 就是斑點痘痘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個的尺寸 其實跟我們用的唇筆有點像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用唇筆 然後去當作這個小遮瑕的部分 而且像是一般的唇筆 它還有蓋子 還可以把它蓋起來 感覺比較衛生 就可以隨身攜帶 因為有時候在外面的時候 可能遮瑕會掉 可以隨時補一下 然後像是這種比較寬的呢 它比較淡輕輕薄薄的一層 所以很適合遮眼周 或者像是你有一些痘痘的時候 輕輕刷一下 它幾乎會跟旁邊的痕底沒有界線 可以遮得很完美 我覺得這是必備的遮瑕刷具 當然囉 市售的很多這種遮瑕筆 前面就已經直接有刷子了 你可以直接拿來做遮瑕 只是我覺得這樣子的用量 比較難掌握一點點 畢竟遮瑕是很細緻的一個步驟 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可以買一下遮瑕筆 然後稍微搭配使用 效果或許會不錯喔 眉毛的部分呢 一般就只有在用眉粉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梳理眉毛的時候 會用這種螺旋刷 可是呢一般的眉筆 後面就直接有附了 然後或者是眉粉裡面也有附了 直接用這種內附的就已經很好用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去買刷具囉 我們就直接跳過眉毛的刷具部分 眼影的部分會依照你要塗抹的範圍多或者是少 然後你使用的方式是要一片 或者是兩萬有淵染的效果 所以有不同的形狀跟大小 然後有這種整根是圓的 然後也有扁平的 就看你自己的個人使用習慣去做 只是我覺得眼影用刷具上妝的一個壞處就是 如果說你的毛刷並沒有這麼沾粉力 沒有這麼好的話可能會飛粉 當然在畫眼影的時候 可能下面這邊也會髒髒的 所以這是新手必須去注意的事情 大家還是要挑比較好一點點的刷毛 然後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品牌傾向 就是我覺得一定刷具就是要試過 試在手上我覺得是柔軟的 就可以試試看 然後還有看它抓粉力 就是會不會灰灰 然後就掉的到處都是 結果我刷毛上面並沒有粉 這樣子的刷具我就是不會買 但是呢我個人非常推薦彩妝新手們 我們用眼影棒上妝就好了 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使用眼影棒 因為一般的眼影棒就有粗頭跟細頭 直接就可以快速的幫我們畫好眼影了 而且它的沾粉量比較多 幾乎一畫過去就是我們要的顯色度了 然後像開架式的眼影裡面都會有附啊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賣 像我是因為可能用量比較多 然後清洗沒有這麼勤勞 我就會去美妝材料行買 然後一包就有很多支的眼影棒 就可以用完就丟掉 或者是用完洗一洗很方便喔 那這樣眼影粉如果掉下來的話呢 怎麼辦 我們可以找這一種 像扇子一樣的刷子 就輕輕的把它刷掉就可以了 畫眼線的筆刷呢也是有斜角 有平的有圓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平的 然後小小短短的 這一種讓我們在畫眼線膠的時候 會很順手直接一畫就好了 新手比較好上手 然後呢像我最近喜歡畫內眼線 然後內眼線畫完之後再用這個 把裡面的眼線膠暈出來 也會變成很好看的一個眼尾加長眼線 我覺得這種眼線筆刷可以投資一支 因為通常價位都很便宜 接下來我覺得最重要必買的東西呢 其實是腮紅刷 為什麼呢 因為呢其實像很多市面上都有附的腮紅盒 裡面就會有一個扁扁的腮紅刷對不對 可是呢我通常不會拿這個腮紅刷來刷腮紅 因為它實在是太小太扁了 刷的腮紅可能就是會很局部很死很僵硬在這邊 如果只是這樣刷的話真的不好看 它只適合拿來沾沾沾然後塗抹在眼睛的下面 然後做個暈染 這樣子可以使用它 但是不夠快速 我喜歡講求效率 所以我喜歡很快就是一刷 然後腮紅就很美了 所以呢我就一定會買腮紅刷 噔噔 好啦這裡有一些是蜜粉刷 像這種很大支圓圓的 他們就是蜜粉刷 可是蜜粉刷有時候很好用 是在於說你今天是想要打片大面積刷 個珠光的腮紅讓它整個很亮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化曬傷妝 你就可以拿這種大大的刷子來 刷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也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可以找一支很大支的蜜粉刷 定妝的時候也可以用 扣除大刷具之後呢 腮紅刷我個人喜歡的是斜角的 然後呢有一定的厚度 可是不能太厚 就基本上還是算是薄啦 是也沒有到這種非常薄 為什麼要用斜角的呢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要畫圓的話呢 這樣子還是蠻好畫 因為它的毛夠膨 然後你想要畫更細緻的時候呢 就用它扁扁的地方 這樣子 現在很流行就是只把腮紅塗在眼下這邊 高一點點的位置 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這一支都可以做得到 然後另外像是 你要打亮啊 打亮T字部位 或者是C字部位的時候 它直接打直 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有它一支 我覺得就已經很萬用了 算是CP值很高的一支 它是植春秀的20H 我個人非常推薦它 說到腮紅刷我忍不住想要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之前真的好愛買刷具喔 我為了這個刷具 而買了這一個腮紅 這刷具超美的 使用它就好像自己是個公主一樣 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這種圓圓胖胖的 其實比較少在用 然後也太漂亮了會捨不得用 所以就是擺著收納很好看 反正就是平常太少有機會拿出來 所以就趁機介紹亮相一下 像這款自身長心機彩妝的腮紅 也是我很喜歡的 它直接就是一支腮紅刷了 然後它的腮紅在裡面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直接就給你刷子啊 你不用再去買刷具了 可是缺點就是 它這邊上面就會沾染了太多的腮紅 我用量太多的話 下手太重 左右邊會不均衡 所以呢 變成你要在手上沾沾沾沾沾沾 然後再刷在臉上 可是在手上這邊的 我就覺得好浪費喔 對 就會心疼 然後呢 這個顏色是PK201 真的很漂亮 就是淡淡的蜜桃色 還蠻喜歡的 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這個攜帶方便 就可以放在化妝包裡補妝用 那這張介紹完刷具了 現在要介紹一個我覺得很好用 手拿刷具的工具 就是這個 登登登 看起來不怎麼樣對不對 對啊 我也覺得它外包裝 應該可以設計得更厲害一點吧 因為像這樣子黑色的 就是看起來比較專業一點點 可是如果是你要自己用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多出一些 像是桃紅色啊 白色啊 粉紅色啊 對不對 放在家裡多開心啊 好啦 只有黑色很可惜 但是它還是真的很好用 這樣子打開來 就是我們一般可以放刷具的 然後呢 這邊 它可以蓋起來 讓我們帶出去的時候呢 刷子不會掉出來 可以保護刷具 然後它這邊可以往下折 折好之後呢 你可以這樣子架在桌上 它就立起來了 然後你要拿刷子都很方便 還有 反折 反折之後 把它扣起來 這邊有扣子 扣好之後呢 這邊它就變成一個 像是正方形的方式 它就可以直接 站在桌子上了 就像是一個筆筒的概念 我覺得還蠻棒的 因為 如果像是那種 專業的刷具組 一整套擺在桌上 好看對不對 可是桌子扣建檔的 怎麼那麼大啊 你有沒有地方放彩妝品啊 然後你化完妝的時候 手放起來 整個桌子都會亂七八糟 這個 它就直接幫你立得很好的 就直接乖乖的站在旁邊了 你旁邊要化妝 你不會覺得手忙腳亂七八糟 非常好用 好推薦一下 這還蠻好用的 厲害齁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簡單的分享 也謝謝你們忍受 我就是感冒筆塞的聲音 然後 好 莫名哽咽起來 就是這樣 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 想要問我的 或者是下次希望我拍什麼主題 也都可以留言給我 沒有訂閱過我的頻道的話 也可以按個訂閱 這樣呢 就能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然後 也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可以按個讚 我覺得很高興 給我一點鼓勵囉 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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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